他在運動競技當中格鬥就是屬於TOP的 因為第一個可能你的速度要很敏捷 力量也要夠 判斷的時間要很快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比賽會是 在基線當中算是比較熱血的 我是蔡成恩 透過實際去看到人型基線的精采當中 產生了蠻大的興趣原因是因為可以看到兩台基線 很像是電影鋼鐵擂台那樣子 所以兩台機器人透過程式編成 兩個機器人像人類一樣在做常常的對抗 例如說直拳 勾拳 然後甚至第二個都可以自己站起來等等之類的 那我會覺得蠻吸引人的 重點是相比於其他機器人競技當中 他可以投入更多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由於他的規則可能沒有這麼的細膩 可能是我只限制你重量啊 或是限制你的身高啊等等之類的 其他的你都可以自由去做創作 讓場面上的機器人種類很多 等於說每一次參加競賽的時候 都是遇到一個新的機器人這樣子 我設計的機器人是比較偏全能的 就是包含運動機器 足球啊 投籃跟格鬥這部分 所以小朋友拿到這個機器人的時候 就是可以以這個基礎為架構 往上去做改良 但是會不會贏 要看到他對這個機器人的 程式上面的努力 或者是結構上面的努力 人型機器人 因為畢竟他是目前大市場的 就是正在崛起的商品 那甚至連馬斯克就是特斯拉的老闆 他也在從事人型機器人的開發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一個趨勢 教育做切入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讓更多的小朋友 或讓他們更多機會可以接觸到這塊 競賽的部分一直是我比較想要推崇的 因為透過一個競賽的目標 讓學生有主動學習的機會 因為現在多半的學生在做學習的時候 他其實都是被動式的 等於說因為我們今天要考國音術 然後他是你升學的條件 所以我們必須要讀 但機器人不太一樣 所謂的機器人教育 他裡面所伴隨的內容 可能包含了結構 包含了一些可能有什麼機動學校等之類的 他因為他喜歡之後 他反而延伸出這些專業知識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好事 因為喜歡一個東西去奠定他原本的學識課 就變成是我們反過來教 有點像是翻轉教育的感覺 就是原本是我先學數學 我未來我才知道數學用在哪裡 但是在我還沒用到之前 我都不知道這個數學用在哪裡 但程式語言反過來是 我先讓你知道說這個數學的方程式 是用來算超音波的距離 我先跟你講說這個方程式用在哪個地方 然後我讓你去學習 跟現在自由的課綱的概念不太一樣 我們目前的機械的產能是 足以應付大量的生產 但是還沒有那個機會做這麼大量的生產 就是要有一個契機 對 還沒有機會把市場往國外走 等於說是在台灣做研發生產 然後把東西往國外去做銷售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其實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這樣一款這樣子 對 照顧是比較多的 也是非常熱情的 那就是 findet到他們那邊就這樣 所以我們來吃三個招數 都是下巴西餅的 然後我們來吃三個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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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